听你所言 纵有善根 但是缘主宰你的一生 缘分比善根还要重要 西方世界三倍九平往生的人总在与缘不同 它下面有三个问题 要怎样做才能让自己在这一生 欲言殊胜 确保遇到好的老师 善知识 遇到好的修学环境 这个很难 古人尝熟 好的老师很难得 那个好老师要找一个好学生也不容易 几乎比老师找学生还要难 这个就是缘 是可遇不可求 所以说欲言不是求缘 求不到 可遇不可求 那可遇到呢 遇到是叙事的因缘 绝不是这一生 在过去身中 所以善根 负得因缘 种都是过去身中重的 可是今生要有个善缘 你就比较容易感应 能感应到 这个缘是什么 好善好得 你一定会遇到 如果你对于道德 对于善行不愿意去做 不认真地去做 你就很不容易遇到 遇到你也会当面错过 你想想看一个好老师 我这一生所遇到的 张家大师多少学生 多少信徒 输不尽呢 李老师多少学生 其他的我们不算 就单算台中莲友 台中莲是莲友 我离开的时候 我离开的时候 连有名册差不多将近五十万人 这都是老师的学生 方东梅先生的学生 他教书教了一生 学生有多少 成就的人有几个呢 虽然通通都遇到了 遇到了还是一样不成就 这是什么人 不好学 不肯认真地学 遇到等于没做到 没遇到 学一些皮毛 也就是不能够身体力行 老师讲的东西 你真做到 你才有受用 你要没有做到 学会了讲 这个没用处的 得不到受用 必须真真做到 所以一个老师一生当中 遇到这样的学生 能遇到几个 免三个就不得了了 遇到一个就很难得了 遇到一个 他的法就穿下去了 一个好学 真干的人都没有 学生再多不能穿法 没有成传的 所以古大德知道这个情形 没有成传的 诸书 写书 留个后人 也许后人 有这个缘分 看到之后 他们一家风险 孔子的诸书 遇到了孟子 孟子出世的时候 孔子已经死了很多年了 他看到孔子诸书 一教奉行 学的比孔子 当年在世的学生还好 由过之而无不及啊 所以孔子在中国是至圣 孟子是亚神 人家都讲孔孟啊 不讲孔爷呢 不讲孔曾呢 曾子 一讲孔孟 什么道理 真干 所以能不能成圣成贤 这个不识别的心 自己肯不肯真干 肯不肯吃苦 肯不肯吃戒 吃戒就守法 老师教的这些原理原则 你能不能遵守 那就是吃戒嘛 能遵守规矩 而又能吃苦 持之有痕 永不退转 万有一个不成功的 所以从理论上讲 人人都能成就 事实上讲 看你自己肯不肯真干 哪一个真干 哪一个成神 成贤 成佛 成菩萨 这个群 操纵在自己 不在别人手上 不在佛菩萨手上 也不在老师手上 所以你决定不能怨天诱人 怨天诱人是最苦 第二是万一不幸 这一辈子去不了极乐世界 如何确保下辈子的稳佛法 也能遇到好的老师善知识 和修学环境 总在善根佛的因缘 所以你认真努力 断无修善 如果天天能够做真实的忏悔 每天的反省 这个我讲的很多 我们的早晚口 一定要晓得 早晚口用意在哪里 早刻是提醒自己 我今天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要遵守佛菩萨的教会 再提醒自己 我安阔是反省 是谨定 想想我这一生 这一天呢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有没有违背 有没有违背 佛菩萨 神仙教会 认真去翻评 有则改制 无则加明 这叫忏悔 这叫真因修行 如果天天这样干法 我常讲了 三年 你是中国人讲的君子 在佛法家呢 善男子善女人 三年 这个善男子善女人的名号 你就得到了 那中国人讲嘛 七年小臣 九年大臣 七年你是闲人 九年你是圣人 对吧 这是世界的 像孔孟这样的 做到了 那佛菩萨呢 佛菩萨加一个条件 就是妄想分别指着方向 你只放下了执着 决定没有执着了 还有妄想分别 你成阿罗汉了 你超越六道了 如果你分别也放下了 你还有妄想 你是四圣法界里面的 就是摄法界里面的佛菩萨 什么时候妄想也放下了 你脱离摄法界了 你到一真法界了 你是华言会上的佛菩萨了 发生大死啊 是真佛不是假佛 这是世尊在经上给我们讲的 清清楚楚啊 明明白明白 佛对众生的恩惠 如是如是 佛对一切众生的帮助就到此为止 后面是要靠自己了 后头帮不上忙 后面帮得上忙 我们就不要修行了 我们过过都成佛了 那是他办不到的 所以他是老师 他能把他的经验 告诉我们 把他的方法告诉我们 老师帮助学生就到此为止 学生得到之后 一教奉行就有成就 好